就是新有这次的合作案 基隆市副市长李永发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黄永泰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故宫拥有文明世界的珍贵文物及丰沛的教育资源 因此希望与近几年推动智慧教育有成的基隆市这方面共同合作 将馆藏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透过网路导入学校 全国大家都知道整个基隆市完全改变 不论是硬体团体外面的改变 甚至我们就开始想到 其实故宫有很多教育的资源 还有博物馆的专业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能跟地方政府能合作 那这个部分呢 再加上我们发觉呢 那个市政府在那个一些专案上 尤其是智慧教育 以及呢在深深有平凡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数位 还有我们的展览可以结合 所以由于这样我们就制定了一个首位的一个合作的计划 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表示 市长林永昌上任后积极在各校建构智慧教育相关设施 这次与故宫的合作就是希望引入故宫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 帮助就用学子探究文物历史并能提升艺术鉴赏力 我们所有的网路 所有的科技的设备 新创的教室等等都具备 那这有了这些设备 当然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资源 那这些资源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开发一些APP 那相对的资源如果去融入共同运用 让教育能够发挥到极致 那故宫这一次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故宫所有的典藏相关都会有数位化 那数位化能运用的部分 那故宫也是一个教学解说的这个环境 那能够提供我们在这一方面 更加的让学生们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除了把故宫数位资源 融入金融市政府相机保验骂扩增实境教学APP 由守护寿门带领学生认识故宫文物寻宝 未来双方也规划将故宫高仿征复制国宝书化 到基隆市各校巡回展出 故宫副院长黄永泰更宣布 金融市学生只要凭乐学卡 就能在故宫礼品店 以基隆专属优惠价格购买 期待基隆学生与家长 可以到故宫享受一场知性有趣的深度旅游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